苏迪曼杯混合团体赛已经结束了 在这次苏迪曼杯上中国队成为最后的大赢家 虽然我们在半决赛中惊险地击败了日本队并闯入了决赛 但是在决赛的舞台上 中国队的发挥非常稳健 最终以3比0的比分击败韩国队 夺得了苏迪曼杯的冠军 中国队的运动员们再次获得世界冠军的荣耀 在这次出征苏迪曼杯的阵容里面 亚斯组合是中国混双的头号组合 而奥运会冠军组合黄牙组合却没有能够全员到场 黄东平和新搭档冯颜哲一起出征苏迪曼杯 而他的老搭档王毅吕因为伤病等原因并没有入选 这也让很多喜欢黄牙组合的粉丝感到有些遗憾 虽然自己的老搭档并没有来到苏迪曼杯的比赛现场 但是黄东平是一个非常讲人情味的运动员 赛后颁奖仪式上 混双女将黄东平连线了前任搭档王毅吕 王毅吕在2021年苏迪颁奖式上将灯台领奖机会让给了队友 而今年又殷商错过了苏迪 因此黄东平以视频连线方式让黄毅吕也一起领奖 十分暖心 看到黄东平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和自己的老搭档隔空合体 有的网友表示这也诠释了人间自有真情在 虽然两个人现在不再是一对组合了 但由于多年在赛场上打拼 他们也积累了非常深厚的感情 现在两个人依然在互相鼓励 大家也相信他们都能够在自己的领域做得更好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黄东平和王毅吕再次搭档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因为王毅吕的经济状态下滑是比较明显的 现在黄东平的新搭档冯颜哲虽然还不太成熟 但毕竟年轻有拼劲 所以在巴黎奥运会上 很有可能是由黄东平搭档冯颜哲出征 大家也希望他们能够在巴黎创造惊喜 巴黎奥运会的竞争将会非常激烈 巴黎奥运会上 混双项目的夺冠最大热门 毫无疑问就是雅思组合 雅思组合在这次的苏迪曼杯上表现非常不错 虽然状态也有所起伏 但整体来看 他们的发挥更加稳健 所以在巴黎奥运会的赛场上 雅思组合有机会为中国羽毛球队再次获得冠军 请不吝点赞订阅